没问题,就是做一个云端上面 我是把我们上个礼拜这一段复制贴上之后 应该是筛选防呆这一段 这一段把它复制 一直到这里 把它复制之后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的这个模组里面 当然你要先插入一个模组再贴上 然后这边的话会有个筛选 再多做一个按钮 这个前面都做过 那也许你这边的话就可以再找一下 也许是小咪好了 小咪那你就把这个小咪给加上去 那好像是我印象中 好像上个礼拜又有个同学提到就是说 老师可是我不只要一个啊 我可能有时候要两个啦 比如说我要多重 我要找小咪而且是小张 那怎么办 不是不是而且货啦 应该是货不能不可能同时出现 货小张好了 按确定 这时候小咪就出来了 这个改一下 这个应该问题 你要不就把这个数 这个改成一好了 一slate 因为回到第一个 我原来可能是写 我把这个改一下 应该这个地方应该把它改成一好了 第一个工作表点slate 然后直接把它执行 好就回到原来 你可以发现小咪就出来了 但是上个礼拜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我要筛选的不是只有一个人 我要两个人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 也许你可以改一下城市 改哪些地方呢 改最重要是这个地方 就是autofilter这里 蓝一样是第三蓝 可是如果你有两个条件的话 还特别注意 你会有一个criteria 一 或 后面有个operator 或 什么呢 criteria 二 那你需要有一个条件 所以你 还有第二个条件 所以你需要两个input box 那这个地方 当然你不会写 没关系 我讲过 如果你不会写 你可以试着怎么样呢 用那个 录制聚集产生 然后把它放到你那边去 那怎么怎么怎么办 我们来做一个给各位看 第一个 也许你这边的话 资料 先录制聚集 筛选 然后这边 你可以先做一下 如果或的话呢 它应该是在哪个地方呢 这边有一个包含好了 也是 我看到包含好了 OK 不是包含 OK好 那包含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就会出现 假设我今天 你可以把那个条件加上去 小咪 或 这边改一下 或 小张 这边用 它还可以让你调整 比如用包含好了 包含程式会比较复杂一些 OK 慢确定 好 这个时候呢 小咪出现了 小张也会出现 应该在下面 它会自动帮我把这个结果 那其实这样录制下来就可以了 小咪 是不是没有小张 这边停止一下 我看一下 小张 还是我打错了吗 我还是我按到写 这边 一样 这边包含 然后 这边应该是货了 小咪 这边 这边 这边要选 对对对 漏掉这个 或 所以 你如果说 把这个 再把它 再做一次 那你录制的话 一样 就是说 资料 筛选 这边 这边 这边也要选 刚刚漏掉这个 或包含 小张 确定 其实 刚刚应该是 按 没关系 等一下改一下 那个 那你录完之后的话 再回到那个 录制据这边 把它看一下 我们刚刚这个 编辑 其实 刚刚这个地方 它录下来 会告诉你的 这个地方 你把它改成 你录的时候 主要是 把这个录下来 那你会发现 差异性在哪里 特别注意 quartelia1 有没有 小咪 不过后面这边 它这个地方 会帮你加一个换行 空白加底线 这个实际上 就是换行 但你可以把 空白加底线 delete掉 因为如果你不要 拉那么长的话 你可以这样子 然后operator 或 quartelia2 有没有 这个是2 所以 你可以把这一段 怎么样 可以复制 再贴到哪里 贴到那个 你的 这个这个 原来的那个 程式的后面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放到 这个后面 然后再做一些修改 应该就OK了 quartelia1 不用了 这个 delete掉 但是我要把它改成 包含的话 OK 这里我想各位 先录制看看 然后试试看 那可是第二个 就是说 小张可能需要 第二个 input box 所以也许是 这边会多一个 y吧 一个x 一个y 那做出来就可以 有两个条件 他查的话呢 也会是 有两个结果 来试一下 第一个 就加一个y 因为我现在有两个条件 但如果你有第三个 第四个 那你就自己再加 那 再来第二个就是 uprator 这个参数 xlor or criteria 有没有 2哦 冒号等于y OK 然后后面的话呢 因为我新增工作表 原来是只有x 那你要必须什么 x and y 小咪小张啊 对不对 不然的话 你只有小咪 那不对啊 你这里面还有小张 所以 这个地方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完成 完成这个部分 那 大概是这样 那不过防呆 可能就是 将来那个名称部分 可能这个防呆 也要再稍微改一下 名称的话 可能x and y 这个可能要判断的时候 要两个都判断 那 这个我想细节 可以试试看 然后 我们来试试 来来做一下 最后的那个 最后的结果 看一下 那这个地方呢 还有个地方 比较重要的是 因为呢 它原来是 假设全部接在一起的话 会这么长一串 跑到后面去 那我的习惯是会在这边 只要有空白的地方 你再加一个底线 空白加底线 按Enter 再按一个tab好了 这样的意思是说 本来它是 有一行 可是它后面了 看不清楚 所以如果你要折行 折行你不能说 我直接按Enter不行 你如果直接按Enter 它会变成像这样 底下的接不起来 所以怎么接 空白 加一个底线 它就会知道说 原来你这个 后面的这一行 跟上面是同一行 OK 这个有个技巧 其他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做完之后呢 我们来demo一下 就按下筛选 那一样的话 我是找那个 假设 小咪跟老王好了 所以我这边的话 就是输入小咪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是老王 Enter 这边就出现什么 小咪老王 OK 那不过如果你要做一些 什么小咪和老王的话 那你中间在这样 和就可以了 OK 那类似有这样的 这样的状况 那这个是等于多重查询 你可以是 或 或者是 当然如果有且的话 你也可以 其他你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说你要查询产业别 假如要查金融业 如果要查产品 里面有什么的话 那其实你只要怎么 把这一个 刚刚这个 怎么 把它直接拿来 稍微改一下 也许本来叫筛选业务 你可以把这个部分 改成叫筛选 不要防呆好了 筛选产业别 那这个时候当然你就是 请输入什么 产业别 那条件我们先 我们先做一个就好了 不要歪 然后请务必输入资料 这些都一样 那再来还有什么 Auto Filter 再来要变更的 其实就是 假设产业别 它是在第几栏呢 第四栏 所以这边的话输入4 那criteria只有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不用 删掉 当然如果你将来要多 多个条件你就多加 其他都应该不用改 这边再把它改回来 应该就OK了 做完之后呢 当然你会有个什么 筛选产业别 又出现了 试一下 比如说我要金融业好了 先帮我查一下金融业 按确定 金融业自动产生了 OK 当然如果你要查什么 产品也一样 改一下就好 客户也一样 但是 这个是属于文字筛选的 也就是说你将来 假设说里面是文字 它就文字筛选 可是如果你是建党日期 像这边有那个建党日期的话 它就是日期筛选 那日期比较常用的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介于 比如说这个日期 假设我要查的 它那个订单的日期 应该是什么 介于哪两个日期之间 大概会这样 假设我们的需求是介于的话 那你就输入两个日期给它 它就帮你怎么样 从那个日期到这个日期的中间的东西 帮你把它查出来 OK 那这个可能就又延伸了 这个是属于日期筛选 刚刚是属于文字筛选 OK 这个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就是像什么 单价 它是数字 所以数字的话呢 也许你可以大于小于 或者是介于好了 也许我们也是用介于来练习好了 但如果这样的你要什么 大于多少小于多少 你也可以改啊 所以单价或者你要查什么 查总价 总价也是什么 数字筛选 那如果这样子都可以的话 那其实你会发现 以前在资料库里面的所有查询 在Excel里面呢 几乎全部都可以 就可以派得上用场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刚刚的那个筛选业务 等于变多重的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说 把它改成什么 产业别 产品 客户名称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文字筛选 文字筛选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有关那个像日期筛选 或者是数字筛选 其实理论上 一般的资料库里面 查来查去 基本上最常查的应该是 文字比较多 我印象中 查来查去 大部分就文 文字也许你可以 多一个关键字 关键的查询 那再不然的话 就是查日期 再不然就是查一个数字 大概应该这些 我想应该就够了 可能会查什么 反正大概就这几个类别 比较常用 因为在资料库里面 不外乎就是这些资料形态 OK 试一下